好 另外來聚焦的是這個中東局勢 現在隨著以色列還有黎巴嫩 珍珠黨的衝突升溫 而最近各國都有陸續安排撤僑 來看到這是大陸的官方媒體 預約談天釋出的撤僑的畫面 將有意願撤離的中國大陸的公民 代理黎巴嫩 這些大陸民眾都表示 經過11天的等待 終於能夠離開了 在黎巴嫩滯留了第11天之後 昨天大使館終於跟我們發達了一個消息 有暗花族 我們現在器官已經到達好 走了 大陸媒體現在進步指出 這一次的撤僑行動分成兩個批次 是因為飛機航班受到了影響 第一批人他們是搭乘著 輪船新廈門先撤離 輪船在凌晨2點接獲到通知之後 就從土耳其火速趕往到黎巴嫩 在40個小時之內 就把中國大陸的公民帶到 這個地中海的塞浦爾斯 而第二批次等人 則是經過外交人員的協調之後 搭乘飛機 包機 離開了黎巴嫩 好 現在以離之間的局勢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其實這可能是一個關鍵的 就是以色列在上週的時候 就擊斃了真主黨的領袖 納斯拉勒之後 現在還在持續空襲 黎巴嫩的首都 而且這個戰事 他是往市中心不斷地來轟炸 現在傳出說要追殺的是 真主黨潛在的接班人 薩菲丁 而針對以色列報復伊朗的計劃 現在美國總統拜登居然脫口而出 他說正在和以色列要討論的是 轟炸伊朗的石油設施的可能性 此話一出 立刻引發了國際原油的價格 飆漲了5% 一連串巨響連環爆炸冒出猛烈火光 農煙四起 以色列深夜轟炸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地點就在國際機場附近 而在爆炸前幾分鐘 一架法國客機才剛降落 差點就引發國際危機 以色列展開瘋狂追殺行動 上周擊斃真主黨領袖納斯拉勒之後 立刻鎖定刺殺潛在接班人沙菲丁 此外真主黨的情報總部 醫療中心 和藏在南部市中大樓的武器倉庫 也遭到轟炸 損失15名戰士 和好幾名醫護人員 同時位於加薩的哈馬斯 也難逃追殺 以色列宣布在三個月之前 空襲加薩北部的地下堡壘 擊斃三名哈馬斯高官 包括加薩的實際總理 莫曲塔哈 重挫哈馬斯武裝能力 在中東另一頭 燕門青年運動又轟炸一艘 經過紅海的商船 中東區域衝突不減反增 針對以色列計劃報復伊朗 美國總統拜登對記者脫口 說出正和以色列討論 轟炸伊朗石油設施 此話一出引發市場恐慌 國際原油價格應聲暴漲5% 不過美國CNN分析 以色列總理那塔亞胡根本不聽 拜登的建議 白宮的影響力變得很低 以色列下一步要怎麼走 讓各界提心吊膽 記者吳江最後報導 強調 昨天 天 山 克